日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名字叫杨坤宣 今年50岁了 台中武器区的武器国家任教 過年晚昨到1月30号 明天早上我要去买早餐 一個突如其來的車禍 我趴在路面上的時候 那時候就很痛 也是尖叫 腰椎已經有骨折 當時我出車禍的地點 竟然是在警察局的正前面 能夠在那個地點出車禍 我覺得是三毛的駕駛 救護車警察馬上就來了 所以我雖然那時候很痛 那時候就開始感恩 就立刻開始在送 關世音的佛號 那麼也齊心 表示我加持能夠 讓我的傷勢能夠 降到最安全 因為我想用健康的身體 繼續問法學法 還要去褲子 去醫院急救的過程中 我希望不要動到就不要動到 那時候骨科醫生因為還在忙 這要等他來確認要不要開刀 還有很長的時間 所以我就很高興 雖然身體很痛 因為我有更長的時間 可以跟三寶祈求說 能夠讓傷勢 不需要到開刀的一個程度 中間陸陸續續撞到我的人 還有我們福祉的善友 有的就過來了 那麼大家過來的時候 除了親 還有團體善友的力量 心更安定 那麼等到骨科醫生來看 就說你這個是第二腰椎壓迫性骨折 恭喜你 還好沒有壓到後面的馬尾神經 你有兩個方案 第一個呢 你可以回家自己亂苦頭慢慢好 但是會很痛苦 然後第二個 你要做手術是沒有問題的 只要半個小時 然後你第二天就可以站起來 因為我有在中醫社學習 覺得能夠透過比較傳統 比較安全的方式 雖然受苦 可是這樣在流域的過程中 會學到很多 我願意選擇第一種的方式 要離開那個急救的床 要起身都很痛苦 回家之後才發現 家裡一樓沒房間更痛苦 因為就要爬到三樓的房間 才能躺下來 平常從三樓走到一樓 不用三、四秒 可是我這一趟走上去 卻花了快半個小時 我的骨頭斷在中間 要坐也不行 要站也不行 只能躺 躺在床上又好像軟體的昆蟲 那麼穿上背架之後 好像變成一個又架殼的一個昆蟲 所以好像就在三道輪迴中間又走 我好像剛出生的小寶寶 但是同時又好像得了重症的一個老人家 我的老婆 我的兩個兒子都要過來 才能扶著我去上廁所 所以我就發現了 我的狀況會帶給亞人很大的壓力 可以站起來走的時候 我一定要加緊的一個運動 我一定要好起來 請三寶加持我 沒辦法自由走動 就過著一個上司說的 把新冠肺炎當作一個閉關 所以我那時候躺著 躺著念佛經覺得很不公敬 但是我就跟邀世佛懺悔 我現在就是要送邀世禁 我現在就是要送三寶佛禪 請原諒弟子目前在生態上面的不公敬 那時候剛好二月初 外面世界的新冠肺炎 有很多人正在受苦 我就告訴我自己 我不能冤在自己的痛苦上面 我躺在床上能夠做什麼 所以我那時候發的第一個願 就是我要在這段時間送一萬遍的薪金 為自己也為新冠肺炎受苦眾生做迴向 受傷後前幾週我都臥病在床 我家自己很用心 每天料理好三餐之後 都會端到三樓讓我吃飯 他也會為我播放上司的全廣音檔 跟我一起共學 躺在病床時 其實心裡面是徬徨無意的 當我打開手機的音檔 聽著全廣裡面有常師傅的聲音 有珍如老師的聲音 彷彿有兩個蘇貞的市長在旁邊陪伴著我 那時候我才發現另外一種幸福 就是正在扶持團體 連在病痛中都能夠透過線上文法 讓市長的聲音在旁邊陪伴 為我打氣 誤有鼓勵 送給我加持 我相信自己 慢慢的一定可以一天一天的好起來 我覺得上司的聲音呢 帶給我的是一份鼓勵振奮的力量 同時呢 上司開示的是一種辯證的歷路 他帶著我原在身體病痛的心呢 慢慢的跟著上司開示的法去走 漸漸的忘卻身體的病痛 會想要發一種利他的心 在病床上做利他的事情 新冠肺炎疫情很吃緊 我要讓我的學生在我不在的時候也能夠平安 所以我就跟家長建立一個 新冠肺炎防疫訊息的傳送站 所以我就在床上靠著手去 顧慮各種比較正確 比較有幫助的防疫的訊息 那麼有的家長利用我傳的訊息 他們比較買得到酒精買得到口罩 他們也會給我感謝 那也是一種我還活在世間 我雖然受眾上我還能夠利益有情 大家祝福啦祈禱啦送金啦 就彷彿雪片般的飛來 所以當我可以開始走的時候 雖然拿著住行架很慢很慢 但是都覺得三寶一直在加持我 我的房間很小 因為走路速度變慢 我就覺得這裡好像是一片草原 我一步一步走的時候 一步一步在誦經 也一步一步在感恩三寶 它讓我從躺著可以走起來 所以我就越來越有信心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受下 警示 異夫 武士 說到我的警察還不逃避這個責任 因為他來都一直道歉 來家裡都要送什麼東西 送什麼東西 我說這個都不用 這是我的一夜 我發生了我如實接受 然後我很感恩他 讓我這個一夜能夠成熟 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怕他這次因為撞到我 之後會造一個撞傷的惡業 所以我就拜託他說 你可以為我送鑰匙金嗎 你送鑰匙金呢 絕對不要只要回向給我 你自己也有爸爸媽媽 老婆 也有小孩 那麼你的同事底下 很多警員出任務 可能都會受傷 所以你每次送完鑰匙金之後 要做廣大的回向 因為這是市長教我們的 碰撞之後的 反而不是在那邊抱怨 所以要計較 賠償金多少 而且是非常多的一個 心靈關懷的層面 他也關心我的 傷勢敷衍 我在關心他 故意三保的速度 有沒有加快一點這樣子 受傷療癒的過程中 自己一直聽到 在這個時候 我非常有感覺 在這個時候 就是每一個當下 都覺得 人要活在每一個當下 不能活在 受傷的時候的痛苦 你要在每一個當下 在這個時候 做正向 正行 正念的事 你只要在每一個當下 在每一個 這個時候 做的都是正行正念的 那麼你的過去的業 就會改變 未來的業 也會改變 所以我會改變 今天呢 雖然還是在病苦 但是我可以做定課 我可以送心靜 我還可以走路 為自己迴向 也為事件病苦的 忠正迴向 我很高興 雖然只有一個人 雖然只有一個人在家 我體驗到那個 廣論說的 對任務制度 要起光明想 我每天起來的時候 今天有此行的一天 我又可以復原 我又可以誦經 我又可以學法 所以我把窗簾打開的時候 我就告訴自己 我是一株呢 有相光性 可以行光合作用的 學佛法的一個人生 今天看到陽光 就是佛光 我很高興 我身心的苦惱 也在這樣的 闢關的定課裡面呢 一順一順的復原 那麼對三寶上師的 故意的心也很強 那麼這一次受傷 能夠用這樣的方式去面對 最感恩的就是 我們福祉團體的施法友 沒有這一群人呢 我這一次的受傷 絕對沒有辦法用 這樣的一個義樂去面對 所以我就更感恩 團體的施法友 他們自己 以後學法的心也就更強 為了 我們來我也想要進去 這裡